食眼救 下一位朱凱迪議員 衛衛 麻煩主席 我想問伍靜嫻小姐 因為剛才你提到2015年的10月地政總署入村 那個是否你第一次知道地要被清拆的 請開伍小姐的麥克風 開伍小姐的麥克風是 喂 是 當時是第一次知道的 因為應署長他就很強調摸底就不能夠取替公眾諮詢 那我就想了解一下狀況就是 到底你在2015年10月之前 有幾個事件裏面你知不知道的 第一 就是在2015年的年中 城市規劃委員會在做一個由政府提出的陸化地帶改劃 有一個公眾諮詢 你知不知道有這個諮詢的呢 不知道 那在2013年的年底 平山鄉市委員會 因為我知道你們三條村是屬於平山鄉市委員會的範圍裏面的 平山鄉市委員會主席曾樹和 和元朗區議會的主席梁志祥 他自己就跟這個房屋處的摸底的人員一起去做私下的會面 你們是知不知道的呢 完全不明白 不知道 那你們三個村的當區的民選區議員 在2015年的10月之前 有沒有跟你們講過這個發展計劃的呢 沒有 好 那我想應處長希望你聽得到 村民是很清楚 你所謂的那些公眾諮詢呢 其實是沒有去到他們那裏的 如果你的公眾諮詢是沒有去到他們那裏呢 那現實的情況就是摸底的決定 就是令到整件事有那個急轉彎 這個是不能夠否認的狀況來的 還有我想澄清這一點 應處長 就是你經常說一口氣一口氣 我想說回你的顧問報告裏面 其實你們自己在2014年 做的顧問報告最後那個版本 都不是說一口氣的了 都是說是一期二期三期 第三期是說2027年去做的嘛 為什麼你經常說是一口氣的呢 應處長 兩個問題 主席 第一部份那裏呢 我不重複 我剛才講過的那些 我給大家的公開資料 譬如在報章2013年那時 有報導過 我們房屋處確認 政府在想在環州裏做17000個單位 當時這17000個當然會包括 環州第一期裏面居住的居民 那這些是一些公開資料 我不重複了 關於 好 時間到了 或者朱愛迪議員可以在下一節再跟進你的問題 接著是姚重嚴議員 謝謝大家